一家三口为了躲避怪物 已经在地下生活301天了 他们能吃的只有罐头 无论每天听到外面有什么声音 都绝对不能迈出家门一捕 因为外面的怪物会将他们撕碎 但现在只剩下13个罐头 妈妈决定把罐头都留给女儿 然后自己和丈夫出去寻找食物 可没想到的是 女儿刚打开罐头 里面竟然是空吧 看包装上的破洞一定是老鼠干的 妈妈立刻翻开剩下的罐头 结果整整12个全部遭殃 怎么办 他们只能出去放手一搏 就在今晚 于是妈妈让爸爸先休息 可当睡下不久 他就被女儿叫醒了 原来是找到了那只偷吃的老鼠 爸爸拿出小刀 要用他的署命来偿还那些罐头 他们太久没吃过肉了 看着爸爸慢慢向老鼠靠近 女儿激动地问妈妈 老鼠肉怎么做才好吃 可途中爸爸踩到了树枝 惊吓到老鼠 一匕手下去扑了个空 接着调整角度又扎了过去 可用力太猛 匕手卡在桌子上拔不出来 眼看老鼠要跑回洞 妈妈一扳手 结果了这个偷吃罐头的小磨 是刚才老鼠跑跑时 打翻了油灯 爸爸想伸手关掉 可灯被烧得太烫了 根本碰不了 只能拉着老婆和孩子 堵到一边 灯里的油让整张桌子烧了起来 还好他们扑就及时 阻止了火势的蔓延 可是没法阻止地下室的烟飘出去 这会引起地面怪物的注意 爸爸想现在天黑 怪物发现前烟就散 但妈妈发现 木头燃烧时产生了灰尘 覆盖在通风口的周围 为了不被发现 他们选择在怪物找来之前 到外面把粉尘清理干净 妈妈临走前还不忘主父母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 就算我们被怪物袭击了 也千万不要开门 然后爸爸解开洞口的锁面 和妈妈爬出了地下室 但女儿长大了 太想帮父母做点什么 于是用前望镜 帮父母观察周围的环境 结果被父母清扫的动作下了一条 女儿接着转了一个方向 在远处的树林里 看到了一个黑影 女儿怕是怪物来了 大声向父母喊着外面的情况 可他们离得太远了 根本听不见 女儿必须在怪物感来前通知他们 于是不顾妈妈之前的告诫 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 可出来根本看不到父母的椅子 只能大声呼喊父母的位置 突然一双手捂住了他的嘴 是妈妈发现了他 这时父亲也跑过来查看情况 女儿急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只能看向后面的森林 爸爸觉得女儿看错了 不用担心 但细心的妈妈发现路是被吓跑的 后面肯定有东西在追 一家人躲进地下室 盖上铁门 再套上好几条铁链 女儿问爸爸发生了什么 这是他们在末日世界生存的 第三百零一天 地面上是屠杀人类的怪物 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但一家人隐蔽得非常好 虽然没有被发现 谨慎的父亲还是跟着脚步来到屋子里 并通过声音 判断头顶上的怪物只有一只 可还是吓哭了女儿 父亲听怪物走远了 便蹲下安慰女儿 把手放到眼睛上 让女儿想象自己在海边 再用嘴吹出海风 女儿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可这时怪物又反了回来 一家人不知道是不是被发现了 只能跟着怪物的步伐来到出口 在他们正上方停了下来 爸爸用眼神告诉妈妈 只要不出声就不会发现我们 妈妈心领神会 但扭头发现 女儿娃娃的发条挂在了一颗螺丝帽上 原本就生锈的螺丝 变得更加松动 父亲直接抢过娃娃 用力滑开她的背 从里面扣出喇叭 然后一脚落碎 可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门上的把手逐渐转动 现在一家人只能祈祷门上的铁链锅结实 太强壮了 接连拽断了好几根铁链 眼看大门撑不了多久 父亲立刻去找工具来加固大门 母亲则爬上去 拽着门来争取时间 可等父亲拿着铁管爬到洞口 上面的铁门也撑到了极限 被怪物一把拽开 一双绿色的眼睛出现在面前 父亲为了保护妻子 直接拿铁管筒出去 可也只限于机头 重新关好大门 怪物静安静地守在了门口 这是屋里传来柜子震动的声音 是怪物的同伴道 他们直接破坏了铁门 成群的怪物围在门口 怪物跳了下来 妈妈把油灯扔向门口 点燃了门帘 再用柜子倒在上 这样形成的火墙 能暂时阻挡怪物 另一边 女儿发现通风口好像能逃出去 爸爸打碎挡住的木板 让妈妈先上去查看状况 确定安全后 又把女儿送了出去 轮到爸爸时 因为肩膀太宽卡在了通风管口 情急之下 爸爸让妈妈拽着她的手 然后转动身体 利用惯性拧断了肩膀的骨头 但爸爸顾不上疼痛 必须在怪物赶到前 让妈妈拉开出去 就在半个身子爬出洞口的时候 一只脚突然被怪物拽住 爸爸知道耗下去 所有人都走不了 于是嘱咐妈妈 然后奋不不身地跳了下去 打算牺牲自己 给女儿争取逃跑的时间 妈妈看着老公和怪物 撕打在一起 虽然心里难受 但眼下能做的 只有赶快带女儿离开这里 一队母女在森林里 躲避怪物的追捕 等到军队的直升机赶来 射出的捕捉网 却将母女困住 原来在病毒刚爆发时 科学家分析不出病毒是哪来的 就联合政府 打算对小镇进行无差别的轰炸 企图把病毒扼杀在摇篮里 不过一家三口 凭着对小镇的了解 即使躲进了旁边的防空通道 这才活了下来 但妈妈发现 刚才逃跑是割伤的手 不仅周围的血管突起 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溃烂 一家人意识到病毒通过空气传播 而且他们都感染了 所以只能苟活在地下的避难所里 而他们口中的绿眼怪物 就是带着夜视仪的士兵 士兵们抽取了母女的血液 然后抬起枪准备打死他们 就在指挥官抬手下令的时候 突然被人身后偷袭 阴生倒了下去 满脸血脉喷浇的爸爸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们像绿巨人一样 情绪失控后就会变成僵尸 力量和速度都是常人的好几倍 一眨眼的功夫就干掉了四个士兵 但双拳难敌四手 剩下的士兵卡着父亲的技能CD 直接开枪将他打成了筛子 父亲脸上的血管逐渐退去 看着老公倒在自己面前 女儿也即将被处死 母亲便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 带着女儿逃了出去 她将士兵引到废车堆里 利用地形优势将他们逐个击破 可远处有个士兵 开枪将空中的妈妈打了下来 就在上前准备给致命一击的时候 暴走的女儿出现在车里 在要杀死士兵的时候 母亲大喊制止了她 妈妈不想看到女儿变成杀戮的机器 但女儿第一次变成僵尸 完全控制不了身体 转身竟向妈妈扑了过去 母亲只能大声呼喊女儿的名字 看着女儿努力克制自己的样子 妈妈意识到 女儿不再是之前躲在床下的小女孩了 然后两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这时搜查的直升机又出现在上空 母女俩只能再次开启逃亡之旅 他们躲进一条隧道 走到一半的时候 听到有人在喊女儿的名字 没想到是之前邻居家的孩子 她捡到了女儿逃跑时落下的衣服 接着带他们来到下水道口 原来在之前的轰炸中 一些人躲进下水道逃过一截 之后察觉到被感染 就一直生活在了下水道 而现在大家都已经不在意谁是感染者 因为有爱的人在身边 传递出来的力量 足够让他们安稳地生活下去 感谢您的风筝 对您的风筝